川普政府宣布24日起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课征10%关税, 北京也即将反击,使美中贸易战演变成长期对峙。 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将使中国经济成长率减少0.5个百分点以上。 川普在打关税牌。 美联社 分享,彭博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已去缓之际,贸易战的战线拉长,可能进一步拖累经济成长。 据彭博经济研究估计,美国下周开始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连同先前已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25%关税,将使中国经济成长率下滑0.5个百分点。 明年开始课征税率升至25%时,中国的年经济成长率将减少0.9个百分点。 彭博经济学家说,只要美国寄出新一轮关税,中国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 川普政府已威胁要对另外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若付诸实行,中国付出的代价还会再飙升,经济成长率可能减少多达1.5个百分点。 瑞银,UBS,中国负责人及总裁前于军接受彭博资讯专访预估,美中贸易战会令中国出口面临短期阻力,可能使中国经济成长率减少0.5至0.7个百分点。 政策宽松将使经济成长率增加至少0.3个百分点。 今年全年GDP成长率由去年的6.9%降至6.5%。 彭博的经济学家表示,美中贸易战预势升温,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就愈小。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可在多大程度与何种时间架构提出令美国满意的方案。 美国对中国立场的错误解读可能使关税战再度升温,进一步拖累经济成长。